李明天佳法和其他人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赞,订阅,转发,赞,设计 李明天佳法 和其他人学历 我们这些讲义啊 是记事与法 这个是一个要学运文学非常重要的特点 因为一般人都没有把它分清楚 也就是说一个句子里边 它同时存在两种形式 哪两种形式呢? 一种就是有关音不停顿的方式 我们就叫音觉的形式 这种音觉的形式是观色生情 也就是说你要颂读、吟荣、或者音乐家要谱曲、歌唱家要歌唱 都要遵守 另外一种形式呢? 就是从我们讲过的一个词 词与词之间的结构 这种结构一定包含两种意涵 一种就是音觉、一种就是意象 意象 大概意象是名字 还有呢?情趣 情趣就是在意象与之间做连续或者推动、触发的作用 所有意象与情趣与 这两种语言 它的结构的方式 结构起来以后 它就会产生这个句子的意义、思想、情感 总体就是境界 就是这个句子 王国伟所说的境界 境界其实是包含它的意义 由这个意义所含映的思想、情感 所以意义结构行思 就是用来我们怎么样? 我们来欣赏 来了解 这个 英文学 它的意义、情境 所要平静的 也就是说 你要来宋银歌唱 你绝不能够被意义、形式所误导 误导的话 旋律就不对了 生情就错乱了 你如果要欣赏 这英文学的意义、情境、思想、境界 你就要按照它的 什么形式啊? 意义结构形式 就是意义、形式 去理解 如果你不按照这个 而勿以阴结形式 去当意义、形式来解读 那 那 施的这个 情味、意义、情境 就简弱 甚至于 误度 臭 所以这两者要不要分清楚啊? 非分清楚不可 当然 他们也有重叠的时候 重叠的时候 重叠就是意义、形式 和阴结形式呢 恰好 不模糊 可是这种情形 其实不多 其实不多 那么在谈这个之前 我们先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一直以来啊 几乎都读错了 哭疼老树昏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 西阳西下 下边一句 断场人在天涯 我们在诵读的时候 只能这样诵读 如果把 最后一句 断场人在天涯 读成断场人在天涯 这个就是以意义行事 做阴结形式来送你 旋律就变了 断场人在天涯 和断场人在天涯 旋律感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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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这个句子 在 海峡两岸三地 都被选做怎么样 高中的国文课本 几乎都被读成断场人在天涯 哭疼老树昏鸭 这是阴贼行事 可是呢 如果意义结构行事来说 是哭疼老树 分鸭 就语法来说 以分鸭为怎么样 为主体 小桥流水人家 也一样 是小桥流水人家 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 这个语法的分析 同样 五道西风 都是来修士 寿 所以如果 拿意义结构行事来说 是寿二 如阴解行事来说 夕阳西洋西下 你意义行事来说 夕阳是足语 夕下是夕义 夕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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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為主語,斷腸為主語 這個比較複雜 人為主語,斷腸為修術 修術以後本身是一個句子 斷腸為主語 所以這個子劇,做人的修術 整體就是一個諸語 斷腸為修術 這是一種解法 第二種呢 可以 人 斷腸 人省略調的主語 然後呢 人 斷腸 所以這就變成兩個句子 是因果關係的兩個句子 人斷腸 因為人在腸腸 所以各位了解 為什麼運輪水有多餘性 多餘性 緣故 第一緣故 就是常常省略主語 省略主語呢 就會有主語不輕 所以他可以附加的 他可以附加的 就會多一點 第二呢 就是對於這個句子的分析 分析的觀點不一樣 所以在英文學裡邊 就常會有多餘性 所以像這一句 它意義形式比較 可是因者形式 只能怎麼唸呢 斷腸 仁丈 天涼 所以一個句子裡邊 一個句子裡邊 是同屬的 還想怎麼樣 因絕形式 因絕形式就是 因不停頓的方式 還有一個是什麼 意義結構的方式 意義結構的方式 有了這個前提 我們接著上個禮拜的 一言的句子可以偶然出現 但不能構成韻文學的 基本形式 因為這種單音節的句子 內容頻乏 節奏低促 毫無韻味可言 而言為基本形式的 相傳有古孝子哥 一作坦克 斷竹劇竹 飛土竹肉 它的句子長度 仍舊 短短短短小 本身自成一個語氣上的盾 同樣沒有韻智可言 但是三言以上至七言的句子 隨著語言長度的累增 其間韻結的體模 就一加多姿多韻起來 這是有關韻結形成的問題 留待下文討論 韻文學的語言長度 應當指韻間的韻結而言 因為韻是散生的收束 決然成為一個語言的段落 所以句句押韻的 它的語言長度 便只是該句的音結束 隔句押韻的便是兩句的音結束 以此類推 三句四句亦然 明白了這個道理 那麼也就更加可以明白 何以上文談到韻腳布置時 說到韻密者大抵節奏較緊湊 運輸者則叫遲緩的緣故了 韻文學增加語言長度的方法 可以說就是加稱字 那麼以上這一段 因為我這個文章是很長的 好幾萬字 所以有什麼上文之類的 就是那樣印出來 剛才配心所唸的 這是相傳的古歌啊 古笑子歌 這個唸起來應該要這麼樣子 才比較合乎古韻 斷柱 虛柱 非土柱柱 你看這一種呢 很逼觸 對不對啊 兩個字 這什麼意思呢 這相傳啊 以前有一位笑子 他呢 把父親的屍體 背到了山裡邊 丟棄在荒野裡邊 各位要知道啊 在古代啊 人已老了 沒有生產力了 年輕人就會把它 背到圓野裡邊 丟在那邊 讓鳥獸 走死啊 用籠子 籠子 這個是 很殘忍 但是以前確實有這樣 不管是傳說 或者 這個 考古 都有這個事情 那為什麼稱他孝子 就是 他看到 他父親啊 的屍體 鳥獸都要來吃他 他還是不忍 所以他斷柱 就是把竹子 切斷 細柱 就是把這個竹子 彎起來 用線連綴起來 這就變成什麼呢 弓箭的弓呢 非土 土就是泥塊 非土 拿這個泥塊 之辱 入 入 就是鳥獸 入 入 在這裡代表鳥獸 來 七種就是鳥獸 據說啊 工件的發明是這麼來的 啊 可是呢 像這樣 形成的語言長度 是兩個字為一個句子 它沒有什麼韻字 因為兩個字是連接在一起的 無法再分 無法再疼 所以 二元詩呢 好像只見過這麼樣 一首 可是他用在詩裡面 比如用在西鄉紀裡面 就不聽一聲猛經 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我意 作為一個句話 啊 不能形成屍體 中國形成屍體 是三個字以上 三言詩以上 是因為三言詩 才有音不停頓流言 好 那麼英文學呢 這個 這個 要使他 加長他的語言長度 是有各種這個方式的 其中在曲子裡邊 就加秤字 秤字為主要 我有一篇文章啊 就寫到呢 這個曲啊 他 他 變化的元素 曲子變化的元素 有好幾樣 有秤字 有秤字 有帶白 有甲白 還有棍白 是相當複雜的 但是最普通的 就是秤字 那秤字的加法 秤字的加法 秤字的加法 和我們所施的這個什麼啊 音不停頓的方式有關 各位還記得我們說七言詩 哪個地方停的最久啊 秦始明曰 漢詩關 對不對 第七個 然後第四個字 對不對啊 然後第二個字 第六個字 停的很很短 停的越長地方 這個 這個 趁數可以越多 那麼最後一個字的停頓 等於事實上是下一句的開頭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句子的開頭 第一句的開頭 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開始 當然也是一個很長的停頓 所以 句的開頭 句中間的第四個 然後 第二個字 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種情形號 通通以為 秤字只有取重才有 事實上 詩詞照樣有很明顯的遺跡 譬如 看武帝時 李延年李夫人歌 《寧不知清國與清城》 劇中的 《寧不知三字》 《堂里白將近久》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復回》 中的《君不見三字》 像這樣附加稱字的詩 多半是月輔詩 事實上就是古曲子 而此中如攀破 叫原調多出的字 如 柳永發生甘舟 對香蕭木魚灑江天 一番喜青秋 劍霜風稀殘 官和冷落 纏造當樓中的 對 劍 其是所謂的 領調子 應當也屬秤子的範圍 李夫人歌各位應當都會背 啊 播放有家人 絕世而獨立 一故親人城 再故親人口 寧不知清城與清口 家人難再得 各位知道這是李夫人歌 這歌顯然是一首什麼樣 由漢代樂福官邸裡邊的這個主官李延年 他歌唱的 漢代樂福啊 類似我們現在國家音樂院 的這個 院長之類 那李夫人就是他的妹妹 後來稱為他的妹妹 那 寧不知上個字 你讀起來應該 不應該讀成 寧不知清口與清城 一定要讀 寧不知清口與清城 是清而快的 清而快是因為他秤子 所以基本上 他還是五言 這一首其實可以說是 文獻上五言詩的一個 一個 發端 那寧不知三個只是秤子 因此他不能算是眨眼 我們現在有個成語啊 叫清成清過 形容怎麼樣 一個美人 那為什麼美人叫清成清過 這有兩種解法 一般都說這個美人美到 像包式打擊一樣 只要他拋一個面眼 成就倒 再回頭一看 佛家就黃了 各位 如果這樣美你 也很可怕 其實這個是形容 這個美人 這個美人呢 美到怎麼樣 他稍微呢 有一點 不予徘徊 意態的這個展現 就可以使得 清淨全城的人 也就是說 全城的人都跑出來看他 是這個意思 這樣美人才好 對不對 那問你清人過 有什麼意思呢 一般人把這個國解釋臭 國就是所都 經國的國 連我們這個什麼呢 首都 這麼大城裡邊的人 也都清淨而出 是這個意思 順便給各位說 還有呢 史裡邊 凡是樂武史裡邊 都隱含有一些 陣子在裡邊 各位都會背著 將近久 開頭是什麼呀 君不見 這個君不見 就是有極端 招呼 使這個什麼呀 聽你歌唱的人 就好像 我們看戲的時候 那個演員 要提醒怎麼樣 觀眾我要唱 叫樂士說我要唱 那怎麼樣 他一定會 這般事啊 或者是什麼 對不對啊 哪一個樂器就是哪 還有 彈起來 觀眾說 現在用瓦多了 所以君不見也是如此 但是加了這個君不見以後呢 他在 整個語言的 這個長度 和坡難起伏的印字就不一樣 曲子裡邊的 後來用了許多的曲子的襯子 也是這個作用 譬如我唸給各位聽 拿瓦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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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四 不對 但是他沒有把聲情 鼓出來 因為有君不見以後 他也能這樣 在這兒 你不見 我用了去看 你聽不見 你不見 他在那一天 他在那一天 你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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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个叫领调的秤字 这个你谱曲 宋、银、歌、叉 你如果因为这三个秤字 而没有像我刚才那样 读得简直气都喘不过来的那样 就撕掉了他的韵子 你变谱成音乐也不动人 同样的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一番喜清秋 见观和冷落 见双风欺减观和冷落 残照当落 一句一句的念 但是真正这个什么呢 正确的读法一定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一番喜清秋 见双风欺减观和冷落残照当落 所以那个对和那个剑 不要小看这两个字 他在声音上的作用 这是韵文学 和潇潇暮雨洒江天 区别比较大 如果夹在里边的秤字 我感谢 至于许中家趁那就显而易见 比比皆是了 例如王师傅西湘记 正宫偷偷令许 见安排着 穿而马而不由人 熬熬尖尖的气 有神心情将花而燕而打扮得 娇娇滴滴的妹 准备着贝尔丹者冷泽 所昏昏沉沉的睡 从今后 沙尔绣尔都问作重重叠叠的泪 所谓秤字 是在不妨碍枪格节拍的情形下 于本格正字之外所添加的若干字 因其较之本格正字 只占陪衬衬托的地位 故称称字 上句滔滔令许 是加称字比较显著的例子 其首四句 正字总共才二十八字 称字则有四十字 己为正字的二倍 我们如果去掉称字 光朗读正字 则书觉平淡如生气 但加上称字之后 则盲爽之气 伏忽然生于齿牙之间 其意义不斑写或虚诊行进 而韵子有其生动活泼 鸟磨多姿 若推旧其故 则称字多用意义较轻 因结较快的虚字一作转折 连续形容辅索之用 功能使灵液含蓄的巨翼化开 变成耳闻极小的话语 同时它又加长了原有的语言长度 使语式波浪起伏 造成流利爽快或顿挫曲折的情致 各位可以说这个说明得很清楚 那也就是说 政治一定要一字一音 称字呢 它几乎是一字半音 还有呢 它读的重还轻啊 很轻 所以它比起这个政治来 就长短之北 又轻重之分 对不对啊 夹杂在里边 就会显得呢 轻重长短异扬 这个什么强弱 等一种变化的旋律 还有它因此语言长度加长 你们看看 你拿一个鞭子 如果这鞭子是短鞭 你震动这鞭子 这鞭子会不会有这个波浪韵味啊 如果你这个鞭子是长的话呢 你一摇动震动 这鞭子的这个震动弧度 语言的长短和这个一样 你看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政治读一遍看看 安排鞠马熬煎气 辛勤花叶焦滴滅 被丹枕冷昏沉睡 三秀温咒崇滴滅 非常没有韻味 对不对啊 可是呢 加了以后 还有刚刚有没有发现 加在哪里啊 建 有圣 还有 准备着 从今后 这些都加在开头 基约马儿的这个儿呢 各位 车马两个字 中间不可以有称子 但是只有可以什么 瓷尾 因为瓷尾是负在瓷的尾巴 它是一体的 所以那个儿呢 是瓷尾 这个词特殊可以运用 或者 底字延伸 各位 底字延伸的第二个字等于什么 我说过 等于瓷尾 所以我们念寻寻 寻 还是寻寻 尼 不能念寻寻 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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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尘 喘喘喘喘喘,這整個旋律才爭論出來 因為那個第二個是得字延伸的副詞 我們講過了,第二個副詞就是指尾 因此呢,像這個一定要舌頭比較尖 嘴唇比較薄的人來讀啊 才讀得出來,像我這個後嘴唇又圓舌頭的人 是讀不出來的 我勉強讀讀看 見安排的居門,本人吼尖尖的氣 有剩心情將花葉打扮裡嬌嬌滴滴滴滴滴 準備著臂兒當成了能住手混混沉沉的睡 所以,從今後山南修都運作重重疊疊疊疊 也不好,肯對不好 當然是呢,這個就可見,曲之 音樂性怎麼樣?要講究的 比詞詞要來的豐富 都可以看出,詞詞曲曲的性格是不一樣的 好,我們再來舉一支更特別的 使曲詞的語音長度增加的 除了稱子之外,尚有其他幾種因素 如觀看青,男女一枝花 不服老套之為去 我是個真不藍,煮不熟,垂不扁,炒不爆 想當當一粒頭碗豆 任自己們,誰叫你,鑽入它 除不斷,啄下解開,頓不脫 慢腾腾千層幾套頭 我玩的是兩日月,飲的是東京酒 上的是墨洋花,拍的是張牌柳 我也會圍棋,會醋菊,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 會吹彈,會演作,會隱私,會雙目 你便是,剁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 天賜於我,這幾拔來正後,上屋子不肯休 則除世炎王親自喚,身為紫萊鉤,三魂歸地府,欺迫喪明憂 天啊,那期間才不向煙花路上走 這支曲子的本格正字,正句只有七言三句 不過二十一字,而累征成數倍長的曲子 其中十包刮了稱字,帶白,增句等三種其他成分 凡不加瓜糊而獨佔一行的字,都屬正字 小字為稱字,加引號符號的是滾 無韻的是滾白,有韻的是滾唱,都屬增句 加圓瓜糊的符號的是甲白,其中天啊一句 即甲白中的帶白,加圓瓜糊符號的是增字 讀增句時要用滾白手板的方式 讀帶白時要脱長語氣詞或流漏感嘆語氣 如此在家讀正字稱字時,自然顯現的心中長短 則其懸慾感教之緣曲格率,就要豐富得多了 這關案清的藍裡一支畫套 就是可以說變化劇格最複雜的一套曲子 我這裡舉的只是它的唯曲唯生一支 自古以來沒有人能把它的劇格分析清楚 因為它夾雜的因素太多了 因為我做過研究,我研究的是 為什麼一支曲子會變化多端 必然有它變化多端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你把圓曲裡面變化的這些元素 把它一個一個擬清楚以後 抓住了它變化的元素 當然以稱字變化最多 其次就是爭執,又稱字變化出來的 爭執 還有呢,因為在歌唱的時候 加進了一種感嘆的代擺 天啊、地啊、泥啊,什麼 這個都是代擺,加進來 還有怎麼樣呢 後來易洋腔的影響 一種民間易洋腔的影響 因為呢,他在歌唱的時候 唱那個曲子的證據啊 使一波三成 騰挪這個什麼呢 變化運字的 因此呢,聽的人 常常聽得不太清楚不懂 所以就在中間會加入一些 口白式的 這個 插序的說明 你看現在歌主戲有沒有啊 常常就用什麼念念在場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中國 自古以來的一種這個什麼呢 民間戲曲啊,通俗化 能夠讓大家耳熟能詳的一種方法 這一種我把它叫做滾白 滾白在洋腔有 我把它借用過來 那麼滾白的劇法大概都一樣 因為劇法一樣的話 它容易怎麼樣?快速的滾動 如果不押韻的就是滾白 如果押韻的呢,就滾唱 這個 有這一些 還有呢,夾在曲中的冰白 那麼這個夾在曲中的冰白 這比較容易 這個和曲紋是可以分開的 但滾唱、滾白式和曲子是什麼呀 是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就會讓我們 覺得這支曲子怎麼變成這麼複雜 所以曲中的變化 本格常常很簡單 變化以後呢 哇,那就是不容易抓得住 因此古人的所謂曲譜 常常是因為變化 從本格變化出來 可是古人沒有分析清楚 不知道 他就來個又一體 又一體 又一體 你想一個這個什麼 一直曲調的格式 有些來個十幾種又一體 那哪一個才是真的 我把它分析 其實都是一個曲調變化出來 所以我又寫了一篇文章 叫《九宮大城》 《九宮大城》就是清代康熙年間 可以說梳羅最豐富的南北歧土的大中和 我就抓住裡面 最多的又一體 運用這個 我所掌握的 剛才所說的 變化的這個元素去分析 常常都是 當然也有一兩個確實是 是變革 但大部分 都是一個 本格曲調 稍作變化而來 而普利嘉呢 沒看出來 沒看出來 他沒有辦法解釋 他只好又一個 就擺在那邊 像這個曲子 你看 他真正的 正可只有哪幾句呢 各位看看 想當一粒同彎多 慢腾千層緊套妥 書對我啊 這兩句 然後 不像煙花路上走 三句兩個 前兩句對句 最後一句單句 中間加入的 都是 像我四個 就還是正正的 開始就 用這個滾白了 蒸飯 煮不熟 摧不扁 炒不爆 你看 都是同樣的句法 三個字 而且用了同一個什麼 啵啵啵啵 這樣四個句子 又同樣有一個 這個 計法結構都一樣 讀起來就很快速 所以你就變成 我是個 爭不爛 摧不扁 炒不爆 那下一句怎麼樣 想當當一縷同彎豆 他的弦力節奏 有祖從的分別 這一揚頓錯 讀起來就很好聽 然後下面呢 這個就是 代白了 念子弟們 你們這些年輕們 就是這個意思 唱的時候 你們這些年輕們 誰教你 鑽入他 這其實還是由 趁著變化出來的一個 接近滾白的過度 然後才是 曼藤藤千層井浩土 意思就是說 你們要在煙花裡邊 風月長中的話 要有像我 這麼樣 什麼呢 我已經歷練到 像一顆銅豌豆 銅做的豌豆 又圓又什麼樣 又圓又滾又硬 很不容什麼 否則的話 你們這些年輕人 如果鑽入他 曼藤藤千層井浩土 風月之中的 這個忌民 對你百般的揉眉 什麼 你是逃不出來的 那麼他的這個 同彎豆的 修為本事是什麼呢 因為他有過 我玩歷史 這個是稱職 涼元夜 也是東京酒 賞是洛陽發 潘是張台流 這叫滾唱 壓來運的滾唱 接著又 另外 我也會圍棋 會出局 會打位 會插歌 會歌舞 會吹彈 會演奏 會銀絲 會雙落 都是用同一個句法 滾唱 滾白 接交叉運用 前邊用稱職 我玩的是涼元夜 飲的是東京酒 賞的是洛陽發 用稱職的相同 把它貫穿起來 然後用個會 我也會圍棋 會出局 會打圍 會插歌 會歌舞 會吹彈 會演奏 會銀絲 會雙落 你便是落了我 又轉換 又另外一種 你便落了我牙 歪了我嘴 用大 瘸了我腿 折了我手 天是於我 最後代白 這吉巴爾歹正後 上又又轉了 吉巴爾歹正後 上物資不肯修 這又是滾唱 又滾唱 天啊又代白 那吉堅是稱職 這個財呢 可以當稱職 但是在這裡有爭執的意味 不像煙花路上走 你看 這樣的這個取文 等於他外加的成分 超過怎麼樣 本體的好幾倍 好幾倍 這就是 絕對是 詩詞所沒有的 拿舉這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無非是告訴各位啊 取得音樂性 那麼這個取得音樂性 線上還是從雲間呢 都慢慢發展而成的 我的老師 鄭林伯先生呢 所發現的 那他發現是因為啊 他編了那個別曲心圖 他編別曲心圖啊 可以說是用的最笨的方法 但是也是最科學的方法 你想一想當年在 他在 19 嗯 19 算是民國 30 30年代啊 1940 40年代左右 他花20年的時間 當然不是每一天都做這件事 他運用的方法 就是 把先禮頂將 看出 所有的 嚴閘劇 閃起到明初 都抄在一起 然後開始 比對 從 印部 抓出了 巨子 巨子裡邊的 憑哲力 英傑行事 然後 建立 這個 格式的 所以 他那個 書啊 就成了 經典之作 因為 古人沒有過 這樣 縱密的功夫 為什麼 現在的 僕一看 我都看了 就常常是 抄來抄去 南驅僕 到現在 也沒有人 做這個功夫 我只做了一本長生店 就覺得 唉 老天爺 這個做下去的話 我酒就不能喝了 還是喝酒重要 哈哈 那意思 這個要有很堅實的功夫 我也做過一件笨的功夫 那就是 戲曲絕色 我給你們大概 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大概講過 戲曲絕色 聖誕末頭到底什麼東西 他的根源 他的變化 他的變化 我就從 唐代的 參軍戲 送雜劇 金言宴本 原雜劇 明清傳奇 昆劇 經劇 重要的 一出一出 把它建立起來 出現 絕色 這個絕色 裡面會有知識嗎 這個絕色 演什麼人物 這個絕色的裝扮是什麼 這個扮演的人物 是什麼類型 什麼性格 拿到 古人怎麼論述他 先從 古人怎麼論述他們 那可以看出 古人可笑 因為不懂 胡說八道 亂互惠 所以 我的老師呢 他因為 這樣子在 做這個曲譜 他發現 哦 這個 英文學的 這個 語言旋律啊 有 單數 有雙式 兩種 而這兩種之間 可不可以一頁啊 該單的可不可以用雙啊 該雙的可不可以用單呢 不可以 這個非常大的發現 我們所談的英傑形式就是鄭老師啊 這樣來 那我 根據他的 把他再發揮 但是 另外的意義結構形式 就是我發現 啊 我們等一下有很多例子 它是同時存在 好 佩心 再往下 英傑形式 而一個語言長語中的句子 則同時含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意義形式 一種是英傑形式 意義形式是劇中意象語 與和情趣語的組合方式 意象語為名詞及其修飾語 此外為情趣語 對於意象情趣語的組合方式 必須認識清楚 然後 對其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 才能有正確的題目 這是欣賞 韻文學的意境美 首先要弄清楚的 英傑形式 則是劇中音部停頓的方式 停頓的時間 尚有九站指別 必須掌握分明 然後 韻文學的韻律感 才能正確的傳達 這是欣賞 韻文學音樂美 第一要弄清楚的 意義形式和英傑形式 有時是兩相疊合的 但有時 則是頗為分歧的 如果彼此糾纏不清 則不止 或傷意境美 或傷音樂美 甚至於產生極大的目解而不自知 為此 請先辨明 意義形式與英傑形式 五言詩和七言詩的英傑形式 只有一種論法 以及五言粗分 十為二三 細分十為二二一 七言粗分十為四三 細分十為二二二一 這種形式 符合語言 先易後揚的通則 屬於順讀 應感顯的流利 事舉 任何一首 五情詩來送讀 莫不如此 而以詩巾為表的四言詩 如秦峰尖家的首章 尖家蒼蒼 白鹿為霜 所謂一人在水一方 素回從之 倒足且長 素有從之 晚在水中央 其中所有的四言句 莫不做二二頓法 而唯一的五言句 晚在水中央 非做二三頓法不可 可見 四言詩的英傑形式 也只有一種 那就是平分兩節 作為二二的形式 這種形式 應感顯的平穩 再看詞曲 二言句 泰國一簇 請從三言至七言句來觀察 三言 一二一 腳兔死 兩狗噴 飛揚進 兩攻藏 敵魔破 紅城王 二 一二 一二 轉諸葛 第一期會 照明年 四言 一三 問英雄類 細邪良來 二二 翠羽遙風 寒珠契露 五言 二三 陰琴 陰琴 紅葉詩 冷淡 花式 三二 對人交信花 扑人飛 柳花 六言 三三 長醉後方和愛 不省食 不省食 有勝思 二二二 書譜 蓮池 藥 十天 藍屋 採官 七言 二二三 招迎 莫醉 兩相宜 花落花開 總不知 三二二 楚天秋 萬情 煙霞 戰青刀 總是虛名 由以上所舉的例子看來 每種各有兩種陰結形式 第一種形式的最末一個陰結都是單數 第二種形式的最末一個陰結都是雙數 正是英國先生在《論北許之稱字與爭字》一文中 為前者為單式 後者為雙式 並於單式雙式二者生起不同 或為見解精妙或為平穩書曲 詩中五言七言皆用單式 古風傲句偶可通融或故意出奇 靜體如用雙式即為詩律 詞曲諸調如謹照全句字數填寫而單雙互物 則一句有詩而通篇陰結全亂 可見陰結形式對於詞曲的旋律很重要 鄭老師把 你看任何一種語言長度是三個字以後的語言長度 做二一的就是單式 做一二的就是雙式 同理四言的一三二二 五言的二三三二 六言的三三二二二 和七言的二二三和三二二 或者三或者四三或者三四 把後邊的二二並為四也可以 都是有單式雙式兩種陰則 兩種陰則呢 雖然語言句子的長度相同 可是讀起來就是不一樣 比如說角度是佐伯胖 飛鳥進梁工廠 帝國破謀城王 對不對啊 他快的 轉諸葛 低幾步 照五名 就是慢的 同樣三字句 陰結形式不一樣 他的這個旋律的節奏快慢就不一樣 我好像也和各位說過 是東口寫的那個什麼啊 是中秋月 轉諸葛低幾步 照五名寫的是什麼啊 是中秋的月亮 先轉動到 紅色的羅格轉諸葛 第一起步 低低的照在雕露的索窗 最後怎麼樣 照在睡不著覺的人的身上 睡不著覺的是誰啊 當然是東坡啦 可見他一夜沒睡嘛 照五名 那月亮在空中這樣轉動 他用的當然要緩慢的陰結 所以他轉諸葛 低幾步 照五名 這樣申請辭請才怎麼樣 配搭 如果不相應 各位把它倒過來 諸葛轉幾步 低無名照 我常說一句話 月亮在空中就崩崩跳 這個就是生情辭情 不配搭 英文學是很講究這一點的 所以呢 你用的辭調不對 你只是用那個辭調 塑羅村 塑羅村 這個來給老先生 老太太做這個什麼 做深入的甜一首辭 賀辛郎 哎呦這滿明明的寫賀辛郎啊 來給這個什麼朋友啊 興奮祝賀 可是這兩個都悲哀的調子 那個詞牌的那個牌子 只是個符號 啊 詞牌取牌的這個符號 這個牌調的名稱 原始有原始的意義 到後來呢 都變成什麼樣 符號性而已 這個符號性只是告訴你 這個詞牌取牌的格力 代表格力 由這個格力所產生的 詞和曲的音樂的性格 各位注意 音樂的性格 所以你要編譯出這個昆劇 拿著昆曲的取牌 取牌 取牌來 可不可以亂抓啊 不行的 所以性愛人呢 以為只要把那個什麼 造個古人 他五個字的就給他塞五個字 六個字的把它塞六個字 結果呢 人家該單式音節 你用雙式音節 雙式音節用單式音節 就亂了 不行了 該家稱字在哪裡 也不知道在哪裡加 所以變成句子呢 累最長 而沒有單 而沒有輕重之分 比比皆實 這不是隨便亂來的 所以鄭老師呢 這理論已經很清楚 單式音節是什麼 見解幾秒 是快 然後呢 那個雙式音節是平穩舒適 記住這兩句話 就過了 好 我下面再補充了 鄭老師的三個這個什麼呢 可以請你看看文徒是怎麼補充的 好 而這裏要補充說明的有三點 第一 何以單雙式 只取決於最末一個音節 上文說過 運文學的語言長度 以運為單位 如果這一運間包含兩個句子 例如 裝生小龍迷虎臉 旺帝春心拖杜鵌 非盡無根誰性 環蛾不駕誰留 雙天沙漠 正乎風裡玉偏邪 這個環蛾不橫蛾 因為它是避諱 這個 這個 西漢會地 會地明橫 所以 從 漢代以後 這個 橫蛾就變長蛾 所以這個環蛾 在這裏還用的是 這個橫蛾在這裏還用古代 我們後來用長蛾 是因為 畢啦 漢會地 所以就是那個 被他母親掌控的那個漢 李太后掌控 橫蛾 所以讀橫蛾 當我們族上曆時 由於最末一字 捐 留 斜 是運腳 在深情上與上下文呼應 對本段用作收束 不顧停頓的時間最長 其次 疊 細 墨 雖非運腳 但為巨墨子 在意義上 實以自成段落 與其自然要歇息 所以停頓的時間 也要叫巨間的櫻木長些 停頓的時間越長 對旋律的影響越大 也因此 決定櫻結的單雙式 取於最末櫻結 好 為什麼 要取後邊的櫻結 而不取上邊 因為下邊的重要 好 第二 三言句雖然可以成為詩的基本形式 其音節仔細觀察 也有二一與一二之別 但由於句子長度畢竟短效 所以三個音節間往往緊密結合 也就是說 他的音步或停頓 是不明顯的 因此 在論音節形式時 往往把它看作一個單式單位 不再分析 例如歐陽酒的一雀 三字令 春欲盡 日遲遲 不甘智 羅晃卷 秀林錘 彩金書 紅粉淚 兩心枝 人不在 焰空歸 富家旗 相近落 正談起 其 月分明 花淡薄 惹相思 上下半雀 可見 三字句 一般是被看作自成單位的 這也是我們分析 四言座 一三二二 五言座 二三三二 六言座 三三二二二 七言座 二二三三二二的緣故 第三 音部的停頓處 自然形成音節的縫隙 首句的開頭 為音節將起 各句的開頭 不是上文的句末 就是韵腳 其音節縫隙最大 故此去加稱子 多半在句子的開頭 其次 七言句 粗分為 四三三四 六言句 分為 三三二二二 五言句 為 四言句 一三二二 一極 將句子 分為道理相等的兩節 其間之 音節已有相當之縫隙 故 已於此處加稱子 至於上述音節段落 四可細分為二二 三可細分為二一 其音節縫隙更為狹隙 雖亦可與此加稱子 但比數少數 由其三之縫隙更為二一 尤其三之為二一 其在聚末者 更是少之又少 未清眉目 故以其手的兩棲言句為例 以符號標示 如下 上例 有信號者皆為音節縫隙 其阿拉伯數字即表示其縫隙大小之等 即數字越小者 縫隙越大 可加之稱子越多 數字越大者 縫隙越小 可加之稱子越少 而由此亦可見 以七言為例 其第三四字間 第五六字間 絕不可加稱子 因為其間沒有音節縫隙 但是 代詞尾和諜字眼生的副詞 有如上文所舉的 西鄉紀政公滔滔令中的 屈爾瑪爾 熬紅尖尖等 則為例外 因為詞尾本身 極為複雜成分 與該詞不可分離 而點字延伸副詞的下字 事實上等於詞尾 總上總論 越文學的句字形式 還有意義形式和音節形式兩種 意義形式為異想情緒的組合 在詩中 由於音節形式單純不變 故意義形式要求變化 結構才靈動活潑 才不至於犯上合掌刻板的毛病 由以上可見 令文學之音節有單雙二式 單式間接機鳥 雙式平穩舒緒 以人的行手來比喻 單式猶如獨足 故動作跳躍 雙式猶如雙足 故動作平穩 巨式單雙的配合 是磁虛以櫻木停步之長短快慢 減旋律之異陽頓活的要素 一調如唇用單式劇 則節奏顯得流離快速 如唇用雙式劇 則節奏顯得平穩緩慢 單雙式配合均勻 則節奏取身變化 韻止邪魅 兩道字數如果相近 則單式劇多者節奏較快 雙式劇多者節奏較緩 純用單式劇者 如前面所舉的 劉勇蝶戀花 獎劫與美人為詞調 取調如張可酒四塊玉 小夢雲 彩妝粉 一點芳心願望村 十年不計平穩姓 綠水塵 碧草村 花姓村 蝶戀花與美人 各有一句九字劇 攤破為四五的形式 音節倫法為二二二三 人屬單式劇 攤破的絕對法則 是不能改變原有的音節形式 這就好像增字之後 儘管語言長路加長 仍要保持原來的單式或雙式一樣 蝶戀花祈禦的句子 都是四三形式的七言句 與美人祈禦的五言句做二三 七言句做四三 也就是他們都投屬純為單式劇的調子 所以搭奏果為流利一塊 而四塊玉一曲 除了兩個四三的七字句外 都是三字句 語言長度短小且是明顯的單式劇 所以節奏更加跳斗輕快 其次純用雙式曲折 詞調如張顏生生曼 穿花俗路 盜竹尋鈴 如何故以督荒 問許提鞭 音盛簡卻垂揚 消流縱良未盡 滿煙波添了斜陽 空探錫用翻成無限度老淒涼 一顆清風何處 馬晴山進水 分駐施麻 法以飄飄 兇問碎碗空江 松林試招舊隱 怕百歐 游勢驚狂 劍速遠 望靈州 卻是故鄉 各位 這一個調子 沒有一句是單式句 因此他的調名叫什麼 聲聲曼 聲聲曼就是 因為他沒有一個句子 是單式句 所以他說聲聲曼 如果集三槍集曲子 那顯然怎麼樣 沒有一個句子是雙式句 類似這個都可以敷衍 上邊說來一個什麼呢 河掌 河掌這個是 在詩啊 在英文詩裡邊 常用的一個名字 可是事實上它的含義 是有兩種 河掌 各位 像這樣 把這個掌合起來 兩個掌合起來 還是一個掌的寬度 對不對 所以 河掌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兩個句子 而你的意義情境呢 卻重複的 沒有開展的 這是一種 第二種就是 在詩句裡邊 他的語法結構 像一首律師 一首律師 每一句的語法結構 最好都要 對我句是絕對不能 對我的地方是一定要語法結構 完全相同 但是 這個隊友句 還有下個隊友句 如果語法結構 四句都相同 也叫合掌 為什麼啊 你的藝術性沒有變化 你在這個什麼呢 這個 意象與 情趣與之間的結構 沒有變化 技巧沒有變化 這也是合掌 也是詩 做英文的 技會 所以合掌有兩種意義 一種是 純粹兩句子的意義 比如說 前面寫這個什麼呢 自勝如何如何 然後下邊又 文宣如何如何 都是在說空子 說的一樣 啊 司馬如何 然後又這個什麼呢 呃 又項如如何 兩個句子呢 沒有開掌 這個就合掌了一種 然後 除了對我 對我一定要 意義情境的意義 結構行進 兩個隊友要完全相同 但是 另外一個隊友劇 絕對不能看前邊一個隊友劇 也採取同樣的語法結果 如果一樣的文法結果 那就是 就是合掌 表示你這個詩人 在 藝術上的技巧 是 連同的 這個合掌的意義是 這樣 一般啦 沒有弄這麼樣 清楚 只是受到前者 事實上 或者你是 施加智慧的 以上所說的這一些啊 事實上呢 我們都 都說過啦 都說過啦 再把它唸一遍更清楚 來吧 許調如 如是折衛力 笑珍惜 無力飛影 才頂無功成 童雀春生 軟動歌殘 無愁夢短 明月西成 算只有 寒江重景 對甲山 徽定百驚 喬木空靈 幾讀西風 感慨分靈 也有七字句 但即使是七字句 它是上山下市的 七字句 所以 每一句 都是雙四句 所以讀起來 就很緩慢 笑珍惜 福利 兵 才頂之 功成 而 同學 春生 吃樂 歌場 無愁夢短 明月西成 算 只有 寒家 作曲 對家山 揮映 來見 喬木空靈 幾度 西風 感慨 登靈 詞調 都是緩慢 不能以平穩舒緒的 生情 且無限的感慨悲涼 又如中蜜 玉金秋 煙群或高寧弄彩照 晚調妻妾 一尊 度日 吟床飄夜 衣絲頭音怒冷 彩涼花 十分秋雪 探金別 一金優勢 氣窮能說 刻意私隱 人傷環穴 願歌長 窮無暗宣 最善恩書 紅衣相退 翻成消歇 欲不欺風 恨罪恨 嫌缺心涼時間 楚朝夜 誰以七樓但願 各位看 這兩缺楚書的場感看得差不多啊 這兩缺詞 水料歌頭 上片九句 其中 雙十三句 單十六句 下片十句 其中 雙十六句 單十四句 所以 上半的節奏顯得比下片快 但 空缺十九句 雙十九句 單十十句 單雙互相錯落 不全掉生情 一言有志 玉金秋 上片十句 雙十八句 單十二句 下片九句 僅一句單詩 故雖寫短促之入神韻 但深情長水調歌頭要緩慢得多 詩的音節 雖然四言純為雙詩 五七言純為單詩 但五詩中的雜眼體 則可以單雙配合 有如此去 至於李白 古風遠別離為例 李白的這一首 遠被禮 它就是 含有 這個 句子的長度 是長短的 在音節形式 有單詩 有雙詩 有單詩 但是更有閃文的句法 還有燒體的節奏 所以讀起來就是什麼 錯綜變化 很厲害 這個是李白啊 這岳虎詩的特色 啊 所以它顯得很豪重 李白的詩呢 讀起來好像有一股力量 在詩裡面滾動 不像杜虎那樣厚重 啊 純厚 兩個品味不一樣 事實上就和它所運用的 語言旋律有很大的分別 我們對英文學的心想啊 目前啊 海念外國一樣 最不敢碰觸的是什麼啊 就是旋律的問題 生情的問題 但是英文學 生情的重要性 其實起碼佔了百分之四十幾 光講辭情 說的天花爛醉 也不夠欣賞了百分之五六十而已 而這個詩情裡邊 它的文學的美 常常是由生情激揚出來的 啊 所以不談生情 英文學的欣賞批評研究 都是很不完整的 我是長年以來 看啊 這一些的研究啊 幾乎都忽略了一半的這個 研究生 研究生 寫的論文 有時候還會用怎麼樣 會分析它的印角 要抵住延伸 列了幾來一大堆 只要你問他說 你你你你你談這個押韻 有什麼作用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 什麼雙聲 抵韻的詞位弄出來 你為什麼要列列幾呢 大家都都都都都這樣寫嘛 嗯 就只能說大家都這麼寫 就可見完全不懂 好 注意像這樣 願貝里 古有黃鷹之岸 難在洞庭之難 消鄉之譜 海水之下萬里生 隨人不願此離苦 日常常西雲明明 星星提煙西 鬼笑語 我眾言之江河補 黃鷹且孔不照余之中 成雲平平息 欲火怒 姚順當之易善語 君是晨曦 農威與權貴晨曦 鼠遍虎 霍言姚悠求順也時 九一年面 這項時 從統孤芬建河時 帝子七夕 露雲乾 隨風婆溪 去無環 痛苦溪願望 簡昌悟之深山 昌悟山燈香水絕 住上之列 乃乃可眉 遠飛裏 古有黃鷹之阿迷 乃在洞庭之南 消鄉之谷 這什麼巨法 閃聞的巨法 海水之下 萬里生 隨人不遠 此離苦 這有單巨巨的 詩的旋律 然後 日常常西 雲明明 星星 提煙西 鬼笑語 用個西字 回轉 這是燒提的旋律 我眾言之江河補 這有閃聞與詩的聯合使用 君是晨曦龍尾語 全歸晨曦鼠便虎 這個又是燒提 後言搖遊求順也死 這個又是閃聞的巨法 九一年免皆相識 從統孤恨見何事 這又是什麼 詩的七言單詩 弟子七夕 陸雲乾 隨風婆溪 去無緩 痛苦溪 遠望 見倉武之深山 這個又是什麼 燒提與散聞的結合 倉武 山崩相睡 住上之內 難可能 又是詩的巨法 所以他 驅策這一種 各種不同的 這個文廷的旋律 融而為一路 好 下邊我們怎麼樣 這首詩 論句法 有撒文 有騷體 有詩體 論句子長度 有三言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十言 真是達到了錯綜複雜的程度 所以 聲情也變化多端 將李白 憂國憂君 一部皮 無可奈何的 悲哀跌宕 綜橫的流露出來 其開手四句 運用散聞句法 就音節而言 則為雙式 聲情有逐漸累積而至雄厚之感 而緊接其後 乃連用兩句七言斑式 則頗有千里一些持下之勢 這種情形就好像 加拿大的尼加拉瓜 戶部 其聲勢之所以浩大 乃因上游有款款運機 而至深厚之水源 至其千任懸崖一清直奔的遠步 其後所運用至騷體句法 由於其西字的特殊效用 更使聲情回浪纏綿期間 李白的岳父古風 就因為善於變化語言旋律 所以顯得格外豪縱不羈 好 我們是不是把這個聲情詮釋出來 所以這個 就是所謂聲情 持情 容而為意 所以第一流的詩人 藝人學作家 沒有不是 聲情持情 配搭得非常 非常圓融 非常相得以章的 那麼下邊呢 我們要談的這個意義形式啊 就各位回去啊 先看一遍 我說過要先看一遍 因為這個呢 你們以前不接觸的 那個語法的結構不接觸 但是你把這個 留意了 接觸了 開始懂得分析 你就知道 運文學裡邊 為什麼有些 讓你讀起來很舒暖 有些呢 會覺得 很這個什麼 非常的 緊密 啊 過落的非常的 這個 呃 曲折 曲折緊密 事實上 就是 依法解放 啊 那兩種情味 各有好處 將來 你欣賞 批評 研究 就不是 隨便 望文生意而已 齁 許多的 大家覺得 不可解的 事實上都是 望文生意 各說各話 我們最後再用一首 千古以來最難解的什麼書啊 謹色無關無詩詢 其實拿我們 所講的這些 很清楚 很清楚 它有多誠意 但是 百變不離其中的 它詩本身的結構 是前後呼應 中間這個什麼呢 沒落 這個 傾伏照眼的 這個就是我和各位一直在說 我們對於 文學欣賞 一定要自信 感性 怎麼樣 同時並用的 純粹用感性 就會意識亂流 就會啊 這個各說各話 純粹用自信 那又顯得怎麼樣 處處都要考察 這個詩人呢 有什麼含義 那個時候 那又太累了 累死人了 所以 對著我當個人生幾何 你 你無法考察它是什麼時候做的 什麼背景做的 你這個自信 哪裡掌握 你就用感性的 但是要了解曹操的性格 曹操耀的心路立場 這又是自信 所以拿這樣的自信 可用 可是這首詩 是不是在 曹操 他要吃壁之戰之前寫的呢 就像這件演戲一樣啊 把曹操挖出來 鬼魂出來 對話才知道 你這首詩什麼時候寫 說清楚 就是 他永遠不會說清楚 所以我們 如何考察 這一方面的自信 就不必要付費 就不要付費 就不要付費 因為付費本身就是 不是完全沒意義 但是是沒有一個基準 但是曹操的性格 曹操的整個生命的心路歷程 這個是可以考察出來的 一個性格不一樣 心路歷程遭遇不一樣的人 寫出來的東西 一定也有他獨自的特色 這是有自信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